记者王善燕家市报道,国里嘉义特殊教育学校20多年前创校时,在靠近高铁大道围墙种植49株红花枫林木,近日盛开粉红色花朵垂挂围墙边,与大排水中倒影香灰映,吸引民众意有赏花。 加特今上午举办浪漫春季花枝享宴职业教育成果展,腰石生临近居民共赏校园花景,高二生王岳秀担任导览员说,学校四年前在市仙路策增种一批红花枫林木,每年二月底三月初为红花枫林木花季,花期可维持约半个月到一个月,如梦似幻很浪漫。 校长许碧云表示,今年阴气候忽冷忽热,花矿也较不稳定,市仙路策的红花枫林木已经开过,民众可欣赏高铁大道策的花景,校园开放时间周一到五下午四点以后,周六日的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。